來 中天勝訴了 耶 告訴大家 我們剛剛在宣傳車上 正在跟巧欣在掃街 我們聽到一個最新的消息 中天在這個 高等行政法院 關於NCC這個霸道的單位 他們蠻橫的撤銷 這個中天的執照 撤照 關台這件事情 法院秉持正義 讓中天勝訴了 我覺得非常感動 基品哥大家都起來了 真的 我剛剛跟巧欣 我們到現在還是非常興奮 這基品哥大家都起來 剛剛找一找 看到四點差不多了 趕快拿手機出來開 因為最近 前面NCC是十連邁 那我們都很期待這一次呢 也被公平的去審理 那看到中天勝訴了 那我們其實覺得非常的感動 因為這個 是非公益 還是有這個 由司法來判決的 我完全就是巧欣講的 其實中天被關台 我今天心裡最痛的是什麼 是說這世界沒有公道 新聞自由是台灣 我們民主都要一起守護的底線 還記得嗎 最先警告中天會被關的 就是羅志強 那個時候其實我提出這個警告 就是希望勸告 蔡英文這個政府 你要記得 陳水扁也沒有關新聞台 馬英九沒有關新聞台 我勸你蔡英文 不要把腦筋動到新聞台 結果非常非常遺憾 那時候他們是強硬的把中天關掉 現在法院已經判決中天勝訴 陳耀翔你下不下台 陳耀翔應該要下台 違法亂計 十連判 十連敗 連中天關台這件事情 也被法院認證是一個錯誤 現在還想要讓進電視去闖關 真的是讓大家看到 NCC應該要是一個獨立單位 但這個單位的主委非常的要領 所以我覺得 這個身上已經有案子的陳耀翔 沒有資格去審查進電視案 就應該要立刻支持下台負責 好 所以真的希望我們接下來 陳耀翔下台中天赴台 這是我們對蔡英文政府最嚴正的要求 陳耀翔下台中天赴台 謝謝大家 謝謝 你下載中天信網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信網APP很重要的理由 台灣越來越自由 有中天才完整 請立刻下載中天信網APP 和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多一份力量 中天信網